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出的游戏也或多或少都对应了这些功能 其中既有针对传统玩家的经典IP 也有能够吸引大量非玩家人群的休闲作品 有趣的创意跟精准的定位让NDS打破了很多销售记录 直到今天 它的依然是人类史上销量最高的掌机 而索尼的PSP跟NDS走的路线不同 以硬件性能和多媒体功能作为卖点 市场定位相对成人化一些 推出的游戏在风格上面更接近自家的主机PS2 所以总的说来 2005年市场上的优秀作品里面 有着不少风格迥异的掌机游戏 但是大家不要以为这一年的主机大作稀少 恰恰相反 在这个主机即将换代的年份 无论是索尼的PS2还是老任的GC上 都出现了获益无数的经典 其中既有经验的新IP 也有知名老IP充满颠覆性的革新续作 而接下来入选的首个游戏 则是一个靠着艺术性跟独一无二的创意 被后人所铭记的作品 无论什么时候看 旺达与巨像都是一个极其独特的游戏 它明明是个动作冒险游戏 却完全没有杂柄 整个游戏的战斗部分只有16只巨大的石像BOSS 它的剧情对白也少到几乎没有 全程的剧情文字加起来不超过30句 至于它的场景 更是极尽荒凉和孤寂 玩家绝大部分时间能看到的人物 只有骑着爱马的主角一个人 在色彩黯淡的大地上奔驰 在战斗之外的时间 我们甚至听不到任何背景音乐 只有大自然的声音 这些看上去既压抑又单调的设计 却在跟世界氛围和极具冲击力的战斗画面结合之后 把一个悲凉的主题跟展现这个主题需要的代入感 表现得入目三分 本作制作人上田文人在2001年就靠一部ICO打响了名气 而这部旺达与巨像 就是他把ICO里面呈现出的极简主义 再加上更具冲击力和想象的画面融合而成的作品 旺达与巨像并不是开放世界游戏 然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 他却为地图做了无缝衔接 只为了让玩家能更好地带入那个孤独的世界 那些巨像BOSS的形象设计 在主角渺小身躯的对比之下 压迫感更是达到了顶点 而这个跟庞然大物作战的系统 无论从画面表现还是玩法的思路上来说 也都影响了后世不少游戏的设计 汪达与巨像的战斗原理是让玩家设法爬上巨像 然后攻击它不同的几个弱点 但由于每个巨像都被设计的独一无二 所以打法也完全不同 有的需要玩家利用场地元素才能靠近巨像 有的需要玩家细心观察巨像弱点隐藏的位置 并设法让弱点暴露出来 但无论哪种打法 玩家一旦上了巨像的身 就得死死按住抓住肩不松手 否则掉下来就前功尽弃 让玩家不知不觉就带入了旺达对抗巨像时的恐惧和紧张感 这种靠互动优势营造出的皮肤和大树般的感官体验 就是旺达与巨像最为人称道的优点之一 本作的剧情也编写得极其简洁 却悲凉知己 跟游戏的系统和世界风格高度契合 少年为了复活爱人 跟恶魔定下契约 不惜与世界为敌 倔强地朝着自我毁灭的道路行径 这样的故事保证了整部游戏自始至终都沉浸在一个孤独而执着的情绪中 截距里旺达的视角转换更是神来之彼 对本作的艺术性进行了最后的升华 大部分高投入的游戏都是在保证可玩性的前提下 再用艺术成分对其加以修饰 而旺达与巨像感觉像是反了过来 制作人先确保了游戏一定要展现的艺术成分 再去思考用什么玩法来配合它的艺术成分 旺达与巨像的娱乐性也许不够突出 但光凭着这份艺术性和它那跟艺术性高度结合又富有创新的战斗系统 就足够让它进入经典的殿堂了 跟旺达与巨像相同 下一个入选游戏也是PSR平台的独占作品 但这个游戏跟极简主义毫不斩辩 它剧情饱满 人物鲜明 还包含了很多幽默元素跟充满时代感的小游戏 是日系都市沙河游戏里面最具有知名性的代表作之一 2065年底 四家公司在PSR上推出了初代如龙 就此开始了背锅侠同生一马的传奇 如龙系列到今天 算上衍生作品已经发行了大大小小十多个游戏 但这个系列的整体风格和特色 大部分都是在初代里就定下的 如龙以日本极道文化作为题材 故事的冲突和矛盾 大部分都围绕着黑帮东城会背后牵扯到的阴谋展开 而故事背景的发生地神士庭 就引设了东京新宿的歌舞集听 这个小小的地区里面藏着太多爱恨情仇 也藏着各种报效恶搞的支线元素和丰富的业余活动 如龙的主线剧情虽然传统但是很生动 展现了日本的极道和任侠文化 也展现了政界和商界的黑暗 就如同一部精彩的黑帮电影 初代如龙里面的童生伊玛 是个标准的帮派小干部 形势凶狠 但也很看重友情和侠义 她90年代的时候为了保护好兄弟跟青梅竹马 主动背锅入狱十年 并在初狱之后遇到了青梅竹马生的女儿泽村瑶 伊玛自此开始保护小瑶 也被卷入了跟小瑶的生父有关的阴谋之中 经历了曲折的故事 这对大叔罗里的组合是如龙一剧情的亮点 两个的关系不像是保护者与被保护者 更像是互相扶持的同伴 除了一波三折的剧情跟大量性格鲜明的角色 如龙一里丰富幽默的直线桥段跟夸张的打斗画面 都成了系列后来一直延续的特色 有的老玩家可能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 如龙在玩法和世界设计上 都深深受到了世家公司老游戏沙漠的影响 它的地图不大却非常精致埋藏了不少细节 而里面那些跟剧情无关的小游戏 从各色赌博项目到打球唱K追小姐等等 不但从游戏性上来说非常有趣 也同时缓解了主线的沉重 用轻快的方式给玩家展现了当代歌舞集听的生活状态 不过由于这个题材的地域局限性实在太大 初代如龙没能在国际市场获得突出的成绩 但是在日本它毫不意外的好评如潮 自此成为了世家的一个知名IP 2016年为了纪念系列面试10周年 世家还用如龙0的引擎为初代如龙开发了完全重制版如龙机 让许多入坑不久的新玩家也有了重新体验初代故事的机会 如龙为世家开创了一个很有特色的IP 直到现在都独居人气 其实由于世界各地文化的差异 像如龙这种在市场上有着地域局限性的游戏不在少数 就连休闲类的模拟游戏 在不同地区的市场都可以出现全然不同的销售情况 而接下来的入选游戏呢 就是一个由于文化氛围 在欧美国家获得了空前成功的怪物及英游 在音乐游戏这个领域 没有作品掀起过吉他英雄系列那么大的热潮 从05年发行的这部初代开始 在短短的五六年间 吉他英雄系列就凭一堆续作跟资料片 获得了超过20亿美元的销售了 他赢得了无数大型奖项 走进了无数非玩家人群的生活 其版权也迅速被动视收购 一度成了摇钱术一般的存在 在吉他英雄出现之前 乐器类的英游几乎只活跃在街机市场 由于街机厅在日本以外的地方早已没落 导致英游市场出现了一片隐形空板 虽然有些知名的日本乐器英游也发行过家用版本 比如说太古之达人 可是由于外设跟音乐风格的限制 很难在其他国家大范围流行 而吉他英雄的出现 正是在外设跟音乐风格这两点上 都找准了欧美玩家的喜好 硬生生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新市场 吉他英雄的专属外设是一把模仿 Gibson SG吉他的按键控制器 此价格也算合理 在当时刚好等同于一份游戏 玩家需要将控制器挂在身上 根据游戏画面的提示 双手配合使用对应的品格按钮 拨弦键和摇杆 弹出正确的音符来得分 正是这个控制器带来的真实感 配上经典的摇滚乐曲 跟游戏里面的生涯模式 满足了不同年龄层的欧美玩家 活成摇滚明星的幻想 虽然吉他英雄在分类上 是个休闲向的聚会游戏 但由于他将最核心的模拟体验 做得非常到位 所以其口碑和流行程度 也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聚会游戏 各种高手向的比赛开始风靡起来 还有酒吧甚至去找吉他英雄的玩家 来进行音乐演出 不少欧美当时的影视作品里 玩起了跟吉他英雄有关的梗 而游戏里用过的每一首歌曲 销量也都一涨再涨 可以说吉他英雄系列在那几年里 一个巨大的流行文化现象 庞大的商机背后 带来的是更多的竞争者 自从吉他英雄系列走红 就其他厂商开始推出模仿他的同类游戏 而为了确保吉他英雄的市场地位 动视选择了加大投入 购买更多音乐版权 并展开了更多宣传活动 可这类游戏的本质其实是单调的 无论动视邀请多少摇滚界的巨佬 来为游戏代言 在大量换汤不换摇的星座轰炸下 玩家们还是渐渐厌倦了过家家式的模拟演奏 几年过去之后 吉他英雄这个IP不可避免的失去热度 走向了没落 但不管怎么说 在2005年 这部开启了现象级热潮的初代吉他英雄 都是绝对不容忽视的作品 吉他英雄并不是2005年唯一一部 靠打开了非玩家市场而成功的作品 以老少嫌疑著称的任天堂 在2005年同样推出了一部现象级的休闲作品 靠着NDS的触屏跟麦克风功能 和人类无法抗拒猛虫的天线 成了当年掌机市场的霸主 也占据了许多小朋友的童年记忆 无论日本欧洲还是北美市场 在任天堂发布的当周 NDS掌机的销量都增加了一倍以上 可见汪星人的魅力有多么恐怖 撸狗的卖点有多么优人 任天狗最初的立项是公本报大神提出来的 灵感正来源于他跟家人买了宠物狗之后的生活体验 而负责这个项目的总制作人干也秀术 在想到利用NDS的新功能 来尽可能真实的模拟养狗的过程 由于任天狗主打真实的模拟体验 所以里面的狗狗无论外观还是互动反应 都跟现实里的小狗极其相似 在玩家第一人称的视角下蒙的活灵活现 利用触屏跟语音输入功能 玩家可以训练自己的小狗 可以和小狗用简单的语音指令交流 能够陪他们散步玩耍 也得去给他们洗澡刷毛 喂食铲食 玩家在游戏里赢得的积分和金钱 都可以拿来装点小狗们的生活 玩家之间也能通过NDS的网络功能 让彼此的小狗一起玩耍 每个玩家一次最多能养八只狗 放在现实里那就是这样的感觉 当然现实养狗最大的区别是 任天狗们永远不会衰老死亡 而这也意味着 如果玩家很久不登入游戏 小狗们就会变得又脏又气 懒得离你 甚至离家出走 这样的设定在无形中增加了一层 玩家对小狗们的责任感 也变相刺激了玩家去维护自己 跟小狗的情感联系 由于NDS的便携熟性 玩家们很容易就能随时随地照顾小狗 将它们当做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倾注真实的情感 在没法真正养狗的前提下 任天狗最大程度的模拟了养狗的快乐 并将玩家体验跟NDS的功能完美结合 也难怪能取得巨大的成功 对任天狗这个心灵按摩室游戏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大家也可以暂时忘记卢旺的治愈感 因为接下来的入选作品 就是既爽快又暴力的另一个极端了 这个游戏靠爽快的动作 震撼的画面和近乎夸张的血腥表现 刷新了人们对动作游戏感官刺激的认知 登上了欧美动作游戏的巅峰 在战神正式推出之前 没人想过这个有没有做过动作游戏的制作组搞出来的新游戏 会成为索尼自家最知名的游戏IP之一 战神出现前 公认优秀的传统动作游戏几乎都出自日本 于是Santa Monica工作室在开发战神的期间 就大方参考了卡普肯公司的鬼舞者和鬼器 他们适当借鉴了两个游戏的技能系统 界面设计跟解谜成分 再加入大量属于自己的新特色 结果做出了一部惊艳业界的游戏 战神的主题是希腊神话 这个神话体系里面有不少知名的神明 但也有许多黑暗的情节和桥段 内核透支天定圣人的悲观主义 所以初代战神的主题也非常简单直接 曾经被战神ARIS玩弄命运的主角Kratos 在其他奥林匹斯诸神的安排下 展开了对ARIS的复仇 制作组给奎也设计了流畅爽快的近战招式和逆天的魔法技能 而为了表现神话场景跟神话生活的震撼 他们利用镜头和空间的比例 营造了视觉奇观般的战斗画面 制作组还用极端的暴力元素和在当时看来尺度不小的成人元素 呈现出希腊神话黑暗混乱的本质 也颠覆了大众对神话故事的认知 战神跟当时市面上其他动作游戏还有个显著的区别 就是大量使用了QTE成分 把实施按键跟暴力处决动作相结合 营造出一种物理性的代入感 当玩家一边按照提示狂点手柄按钮 一边将敌人撕得血肉横飞的时候 奎叶这个角色所代表的愤怒和疯狂 自然而然就在玩家心里扎了根 成了游戏体验重要的一部分 对2005年的玩家和游戏媒体名来说 战神的震撼是全方位的 所以他的成绩自然也是较好又较做 获得了许多大型奖项 包括DICE的年度游戏 跟TGA的最佳动作游戏等等 他那爽快的战斗系统 戏剧化的镜头运用 跟令人则舌的暴力元素 也都成了战神系列后来引以为傲的特色 初代战神在借鉴日本动作游戏的基础上 找到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新特色 开创了一个独树一帜的欧美动作游戏系列 但纵观2005年发行的所有大作 其中最具创新性和后世影响力的 还是一个日本老牌厂商的作品 在揭晓本期榜单的第一名之前 大家先来看看05年度的荣誉提名吧 GTA系列的首部掌机游戏 也是整个PSP掌机平台上销量最高的游戏 可说是撑起PSP在欧美销量的最大工程 它从故事上来说是GTA3的前传 但在玩法上也融合了圣恩帝列斯等作的优点 回合制策略游戏的老大哥文明系列 版权刚被2K公司收购不久 就发行了续作文明4 本作大幅改进并丰富了此类游戏的玩法 几乎包揽当年的策略游戏奖项 也赢得了不少媒体评选的年度PC游戏 CAPCOM经典动作IP 《鬼祭》系列的第三作 从剧情上来说是初代的前传 它明显提升了游戏难度 还改进了前作《鬼祭2》系统上的很多问题 成了任何动作玩家们眼中的经典 好了 下面就是揭晓2005年第一名年度游戏的时间了 一个恐怖生存类暴险游戏的老牌IP 选择大胆挑战自我 在2005年发行了系列史上变革最大的一部作品 这个游戏彻底改变了系列的核心玩法 推出了越间视角 并在系统上展现了完美的平衡性 影响了后世许多不同种类游戏的设计 在生活危机四面世之前 世人对生化危机系列的印象 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模样 也就是慢节奏 解密 加上反人类的静态场景视角 在进入新世纪之后 系列的创始人三上真思 对任天堂GC主机的技能非常满意 而为了拓展主机的用户圈 任天堂也去跟卡普肯谈下了独占条约 02年就在GC上独家推出了生化危机重制版 跟外传生化危机零 但这两部作品除了画面进步 视角和玩法还是跟原版一样 没能取得任何突破 直到生化危机四出现 生化这个系列才真正全方位的 迈入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实生化四一开始由于没有 三上真思的参与 差点就轮回了平庸之作 从开发期间公布的画面来看 玩法跟前作根本没有区别 幸好在游戏发售的前一年 三上真思重新接手了这个项目 他意识到变革的重要性 大刀阔斧地彻底改变了生化四的系统 让它由一个恐怖生存解谜游戏 变成了有大量恐怖元素的动作设计游戏 为了配合这样的变革 游戏也使用了全新的背景设计 虽然主角Leon是来自二代的老人物 但本作的故事却跟什么散公司 和丧失病毒完全没关 而是关于一个西班牙小镇上的邪教 和邪教用来控制人们的寄生虫 游戏正式发售后 玩家们纷纷惊异于它创新的玩法 系统的平衡性跟细节上的精心打磨 虽然也有老玩家对生化放弃老一套的做法 表示不满 但从游戏的整体口碑、商业成绩 以及它获得的铺天盖地的奖项来看 山上真思的改革完全成功了 以当时的技术来看 首先孙华斯在画面上就屌包了 它的色调、场景细节 以及怪物的动作细节 人物身体细节等等元素都异常生动 而在战斗的过程里 玩家周遭的环境也不再是背景版 而是可以影响战斗的互动元素 什么门啊梯子啊 都常常能成为解决敌人的辅助 至于战斗系统本身更是非常的自由 由于寄生虫的设定 本作的敌人变得比从前更多样化 它们能使用很多武器 许多敌人还有致命的变身能力 而利用不同敌人被射中不同部位之后的反应 再配合QTE发动的近战动作 玩家可以瞬间制定适合面前敌人的战术 感觉就像是把解谜成分融入了战斗一样有趣 也是开创的越间瞄准视角 将第一人称的空间感跟第三人称的导航感结合起来 大幅提高了战斗时的代入感 也成了未来无数游戏借鉴的对象 从游戏制作的角度上来说 有着画时代的意义 但视角只是一个方面 生化4的优秀不在于某一个点 而是它的整体表现 画面、战斗系统、关卡设计、道具系统、隐藏元素等等各个方面 都被制作组恰到好处的结合起来 呈现出来的成品 足以改变整个市场对动作设计游戏的制作理念 时至今日 《生化危机4》依旧是许多游戏从业者眼中变革级的优秀作品 也是许多生化玩家心目中一部特殊的经典 可惜卡普科公司跟三上真司在生化4的发行问题上 产生了严重的矛盾 导致三上奋而离之 生化4也成了这位生化之父做的最后一部生化危机 虽然生化直到今天都是卡普科公旗下最知名的IP之一 也在一直持续推出续作 外传跟冷饭 保持着它的人气 但我认为生化IP后来的作品 暂时都还没达到像初代生化危机跟生化4那样开创性的高度 也不知道明年发售的生八到底能够做成什么样子呢 好啦 今天这期年度六大节目就到这里了 惯例欢迎观众们在评论区里面去讨论 也不要忘了继续关注下期2006年的年度游戏哦 由于我最近在准备搬家 所以更新影片的频率会稍慢一点 大家应该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这个熟悉的房间设置了 等年底傍晚之后 我们就在新的工作室里再见啦 喜欢这个节目的话 也不要忘了支持我下次点赞分享 如果想第一时间看到我的新影片 也记得订阅然后开启小铃铛哦 我是雷雅 我们下次再见啦